大家我是Paul,週五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好,我們今天這一篇呢是特別要回應英文學習團裡面的汪欣富 老師不太確定你是男生女生,but it doesn't matter,we are trying to be indiscriminative indiscriminative 這也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題目的其中一個環節 我們不要discriminate任何人,到底要討論什麼呢? 我們要討論你所問的問題,什麼是justice 那我在臉書上回應說這是正義,正義是一個非常umbrella的感覺 它是一個blanket term,它是一個像雨傘般把這個概念給罩住的 那我知道後來有人回應說,甚至有法官的意思 沒有錯,像我們一般講法官這個詞 我們就從injustice這個詞先,這個是形容詞 如果說你打出just的話,你想說just不是只有之類的意思嗎? only嗎?沒錯,它其中一個意思是跟only重疊 所以如果你今天說I am just a person 就是我只是一個人,我不是一個什麼特別的職位或什麼之類的 或者我不是一個別的動物,I am just a person 可是如果你把just換個位置,I am a just person 它的意思就不是了,不是only了,它的意思變成是我是一個正義公義公平的人 OK?所以just是形容詞把它變成名詞justice 就是正義公義公平甚至裡面都有重疊到的概念 那它還會有另外的一些變化,例如說你把它變成judge的時候 它可以是動詞就是判斷評論之類的 那當成名詞的話是法官 可是如果你講到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時候 它就會是supreme court,supreme就最高的 supreme court justice,這個是政府總統任命提名的人 所以有時候會看到新聞報導在報導說 這個總統要任命誰當成是supreme court justice 所以這裡的justice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意思 所以的確justice這個詞除了正義之外也可以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名詞 那也可以是像比如說DOJ 我們有時候會看到那個影集電影裡面說 我剛才跟DOJ講完電話,DOJ是什麼呢? Department of Justice 所以這裡你也只好把它翻譯成司法部了 不然能翻成什麼呢? 所以justice翻成司法也OK 所以這麼多的翻譯,我認為你把它翻成正義 是一個非常籠統並且能夠cover到所有概念的名詞 司法需不需要正義?當然應該要啊 所以法官需不需要正義?當然應該要啊 好,你大概懂我的意思 那我們如果講到漫畫好了 不是有一個我們知道Marvel也沒有 Avengers叫復仇者聯盟 可是另外一個超人那邊的叫做 League of Justice 好像就翻譯成正義聯盟 所以又來一個正義了對不對? 那我記得你在問這個題目的時候 先提出來的一個討論是這個東西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 那它是美國人大部分都小朋友就是小學就會背的一個東西 就是效忠國旗,效忠國家的一段話 那它是在...我稍微找了一下這邊出現它的一個歷史的變革 所以一開始它的Original form 它讀起來叫做 I pledge allegiance to my flag and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解釋一下這個Pledge就是對什麼東西給發誓 它跟Promise是有點像的 所以我發誓我的...後面這個東西 Allegiance就是我的忠誠 所以我發誓對我的國旗跟它所代表的國家的共和國效忠 So I pledge allegiance,效忠 To my flag,我的國旗 以及它所stand,stand有代表的意思 它所stand Republic 我都有對它Pledge allegiance 而這個Republic就是一個國家 One nation 然後是分不開indivisible 所以它不會像... 像我們有什麼搞獨立之類的概念 所以indivisible分不開 例如說苗栗如果要獨立成一個國家 我們或是說不定不肯 也說不定我們肯 但不管它的憲法就是說 這國家是indivisible divide這個詞的變化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而且還有著自由並且有著公平有著正義給所有的人 這是這句話的概念 結果呢很有趣的我覺得 讓我多補充一下一下齁 到了繼續進步下去的時候呢 1923年換了一個版本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re added 所以國旗的部分 稍微變化了一下下來 變成了美國國旗 本來講的是我的國旗 現在變美國國旗 再讀一遍跟你聽 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所以美國的國旗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這裡部分是一樣的 one nation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後面是相同的 然後到了1954年更有趣的事發生了 艾森豪總統 President Eisenhower 他做了什麼事呢 他把他加了一句underguard 那他是加著一個underguard 就是這個國家在神底下 可是你可能會想說美國不是也相信政教分離這件事嗎 順便打給你看 政教分離叫做the separation separate就是隔開嘛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所以他直接用了教堂教會這個詞來當做宗教 所以我們雖然說政教分離用的是宗教這個字眼 可是他沒有用上religion這個字 他用的是church so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就是政教分離 那美國不是也是嗎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 在1954年有那個共產黨也去滲透美國的這個 的這件這個現象 所以他們為了要反共的關係 因為共產黨是無神論嘛 所以他們就 他媽的那我們就來信神吧 所以他就把這一句加了underguard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的版本 都有包括這一句 有相當多人就反對 因為他們還是認為應該政教分離的 殊不知這個事實上 是有他政治背後的意涵 所以把新的版本再念一次跟你聽 一直到今天他都是這個版本 today it reads today it reads 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and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所以這個one nation under god就出現了 所以 才不斷有美國總統在每一屆的選舉都跳出來說 we are a christian nation 我們是一個基督教的國家 然後最後他們在就是每一次講完話都會最後加一句 God bless America 天佑美國 我們不能說是神佑美國 但是他的意思其實是神佑美國 而且那個god就一定是基督教那個神 你可能或許會變稱說也可以是別的宗教的神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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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這個語言是非常不講理的 如果今天你是別的宗教的神 你不能用到god這個詞尤其不能大寫 所以要是你講到god大寫的話 就是基督教天主教那個神 如果你是佛教道教其他教的日本神 熏頭的神的話 他們叫他the gods 而且可以複數 因為我們的確是多神教 所以你看大寫不大寫 還有差的 這個是一個 我認為這是一個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這或許是我們今天探討justice的反過來 injustice這個部分 好這個我們繼續說下去 所以把這個部分處理掉了 我們就不斷的看到這個 Pledge of Allegiance這段話 最後面都是有 liberty跟justice每個人都有 但是事實就是並不是真的 OK 並不是美國真的所有人都有自由跟justice 所以與其我們探討什麼是justice 我覺得我們反過來應該探討什麼是injustice 但在那之前我還是給你看一下 我們這邊找到我找到的一個 到底去怎麼去定義justice這個詞 所以它的定義其實很簡單 just behavior or treatment 就是很正義公平的行為或者對待 這廢話 然後下面一個定義 the quality of being fair and reasonable 所以一個特質 什麼特質呢 就是公平並且講理 這都是公義公平的一部分 再來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law or authority in maintaining this 所以為了maintain justice呢 我們所處理的我們管理上的一個法律跟公權力 administer這個詞有好多方式可以去理解它 administration最單純的意思叫做管理 可是一般來說是行政上的管理 因為如果講是那種真的經理人上的管理 我們可能會叫做manage management 所以administration像我讀的就是public administration 就我們把它翻譯成公共行政管理 所以法令的一個administration 或許我不能用中文解釋了 或是authority 所以當你在管理正義的時候的概念 好大概是這樣 然後最後a judge or magistrate 這就是剛剛所說的 justice也可以是法官的意思 特別講 a judg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a country or state 好所以這個是justice的定義 我真的覺得除了翻譯成正義之外 大概沒有更好的umbrella的方式來翻譯它了 那我們現在就進一步來看 injustice是這樣 那美國真的是一個擁有很多justice 就是很完美的justice的地方嗎 no it's not no it's not 所以我找了一下 這邊有一些article 所以article的部分我可能就不走了 因為它實在有點長 我也不希望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算是一個我的lesson 長得太誇張 我們這裡有一個cora cora這個網站大概是這樣子 它有點像是大陸的一個網站叫知乎 那其實就是使用者去填補一些問題的答案 然後可能你如果覺得很棒給個讚或之類的 它的功能就這樣 所以跟wikipedia會覺得有點像 只是它是以回答問題的方式來去create它的一個entry 所以這裡有一個人就有一個問題說的 what are the types of social injustice 有什麼種類的社會上的不公平不公義呢 有沒有有一些證 一些佐證 一些example 一些例子 所以社會的不公平當然很多 美國絕對也少不了 我們台灣社會有沒有 當然也有 所以 什麼有一些什麼social injustice 來 所以 這邊就有人整理出了11種不同的injustices 那我們從這裡面可以帶出美國現在正在經歷的一些好了 economic 經濟上有什麼不公平 a person who is denied of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money or unfairly paid for the work that they do 再一次 有一個人呢 他只要是沒有被denyed 就是被拒絕了 被排除在外 什麼東西排除在外呢 賺錢的機會 或者不公平的被付他的薪水 所以 denied of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money or unfairly paid 這樣子 so a person who is unfairly paid for the work that they do 經濟上的 我覺得這個可以再拉遠一點 就是所謂的 injustice 這邊在經濟上 特別我們常講的就是美國的1% vs 99% 如果你對這個事情有任何的興趣的話 我歡迎你去找 這個occupy wall street 這個曾經發生過的一個運動 這個運動雖然到時候無疾而終 可是他的重點就在於 全世界的經濟控制在1%的人的比例裡面 或者應該說是99%的 wealth 99%的財富控制在1%的人裡面 那剩下的1%被剩下的99%的人去分 那或許你馬上想到的問題是 我們台灣人算是裡面的1%還是我們是99%這些窮人呢 你如果從全球的規模來看的話 台灣人是算在那1%裡面的 因為我們怎麼能去跟整個非洲或者孟加拉 或者那些貧窮的國家的人的總數來相比呢 所以我們一年的年收入可能有個兩三萬美金 那事實上我們的年收入來算 我們是在1%裡面的 我們是窮 我們是富人力的 所以這個就是經濟上的 injustice 1% vs 99% 好 那第二個 infrastructure 叫做基礎建設 所以有一個人沒有辦法得到基本的基礎建設 像例如說 你家 你沒有水管 你沒有自來水 你沒有馬桶 你沒有沖水系統 這樣叫做infrastructure 你打開燈沒有電 所以when someone has inadequate living condition 就是不恰當不ok的居住狀態條件 to allow them to thrive 來允許他們能夠來thrive 就是成功蓬勃發展 and live to the fullest 以及就是把你的生活過到一個最滿的狀態 再讀一次跟你聽 你缺少infrastructure 就是 when someone has inadequate living conditions to allow them to thrive and live to the fullest 這樣就表示你是一個 處在不公平的狀態下 所以這個從這角度來看 只要是窮人 你負擔不起一些生活中的一些necessity的時候 所以necessary這個詞是 你應該見過這形容詞 你負擔不起一些 basic necessities的時候 ok? 那你就算屬於一個 可能屬於貧窮狀態 ok? 那這邊是infrastructure的一個injustice spiritual injustice 這樣是宗教上的 when people are unable to practice their religion in certain countries because it is illegal 當人們沒有辦法來去 這裡的practice不當成是練習 這裡的practice就是去操作去執行 你沒有辦法去執行你的宗教的時候 這樣講中文聽起來會怪怪的 可是英文的確是這樣子說 你不能拿槍拜拜 不能在大家面前燒紙錢之類的 那這樣就是你不能practice你的religion 因為在有些國家是非法的 所以這也可以是不公平的部分 ok? discrimination when someone is being tormented due to their race or their beliefs 所以因為你的信仰或者你的race 然後你被受到痛苦折磨 torment 所以discrimination有非常非常多 我們剛剛講的兩性的 或者是多重性別的 那這個能扯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我們或許今天先不扯這個 但總之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LGBTQIA的一份子 然後你覺得你的國家或者你的整個社會對你不太公平的話 那你就會覺得你處於injustice的狀態下 because you are discriminated against ok?so when you feel 你被人不公平的歧視對待 when you feel you are discriminated against you feel injustice 美國有沒有?當然有 左派是支持LGBTQIA的 但右派的人多不多?非常多 右派的人都欺負左派嗎? 絕大部分 否則怎麼會分得那麼清楚呢? 所以要是你 你是個右派的 你是個共和黨的人 可能你就是不喜歡gay 你就是不喜歡lesbian這些的 你大概也不會喜歡Katelyn Jenner 因為她變了姓或什麼的 好anyway 這就是這樣的概念 因為你應該聽得懂 那這個是 剛剛講的這種LGBTQIA是性別議題上的 還有別的discrimination 例如說是 種族上的 所以像亞洲人 所以你可能會看到很多詞 像是Asian Hispanic 西班牙語系的 blacks of course 黑人 所以一個現在正在行的運動 叫做BLM 你大概聽過 就叫做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的命也是命 所以這個呢 也是他們一直在呼籲的 social injustice部分 還提到 下一點正好就講下去 下一點是violence 暴力 要是你活在一個暴力的情況下 那當然就是你 社會對你來說是不公平不公義的 a person who lives with the threat of being attacked or receiving physical harm from another person 再一次 a person who lives with the threat of being attacked or receiving physical harm from another person 你活在一個暴力的情況下 所以 要是你活在家暴的情況下 是不是也是一種 injustice 我認為也是啊 因為你應該可以活在 沒有這樣子的恐懼下 那暴力的話 沒有講回黑人的話 很常也是很夯的 police brutality 就警察啊 沒事拿警棍 看黑人就砸或之類的 那或者是 他們有一些比例 就是黑人在 就是被攔下來露檢的這個比例 是遠高於白人 然後黑人被關在牢裡的比例 也遠高於白人跟其他種族 這個東西叫做incarceration rate incarceration就是把你放在牢裡面 這個詞大概有點超過了 國中高中甚至 多益的範圍 這個可能要到突弗亞斯 才比較有可能看到這樣的詞 incarceration 可是我必須說這個詞在 媒體上是蠻常見的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大家 喚其他的意識 所以 black people的incarceration rate is way higher than the incarceration rate of other races 所以這個也算是不公平的一部分 所以 police brutality 還有最近發生的事情就是 那一個 有一個人被 脖子上被壓了8分47秒 然後到最後他就死掉了 他的名字叫做George Floyd 所以現在美國很多黑人認為 他好像是個民族英雄般的被警察欺負到死掉 那 這個東西其實他有一些爭議性在 我們這裡不講 但總之我們大概整理出 這些都是injustice的部分 下面還有政治上的 政治上可能跟剛剛我們講的 其實也是有相關性 黑人在政治上 對不對 雖然說選出一出黑人總統 可是 也沒有第二個目前為止 而且這麼多年來都是 而且你看還沒有出現過亞洲人總統 Go Andrian 好啦anyway When a person or group comes to power and doesn't give the appropriate rights to the people 所以有一群人 就grab power 就得到力量 然後呢不給其他人同樣的權利 哇這樣子可能就是政治上 然後健康上啦 教育上 大概你懂意思了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gender 反而還放在這裡有一個 gender injustice OK gender是性別的意思 好 那 所以這是一大的example 那 我有提到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所以我們剛剛講了半天 其實就是cover美國內政部 內政方面的 就是美國內部裡面 可能有一些不公平 那從全世界的規模來看 我們剛剛講的1% vs 99% might be on the global scale 可是 還有一些就是 我們可以從美國角度來看 美國這個國家在全世界的一個天平 權力天平裡面 呃 是在扮演一個很重的一個角色 所以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是什麼概念呢 我先把這個詞打出來 American就美國 Exceptionalism 我們好好的來理解一下這個詞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我們先理解的部分是Exception的部分 我哪裡打錯 Exception 不管他了 因為他可能不認識這個詞 Exception是什麼 Exception呢 我們翻譯成例外 所以American exceptionalism 你可以從一個角度來看 叫做例外 不過例外的角度我們等等才看好了 我們先把另外一個詞我再打一次出來 Exception 這個形容詞 這個形容詞 比較不是例外的那個意思 他比較多的意思是優秀 竟然是 優秀是不是這種例外 其實也是啊 你看全班50個小朋友 可能真的只有一兩個是特別聰明的 那他是不是例外 Yes 他優不優秀 他優秀 所以我們拿這個形容詞 在標籤別的事情的時候 標籤任何事情的時候 往往是正面意義的 所以我可以說你的考試成績非常優秀 You perform exceptionally well on the test So you are exceptional OK 你是一個很exceptional的人 這樣子 所以 好 所以你懂我意思 翻譯成績是優秀 是棒棒的 所以American exceptionalism 他的核心的價值其實是美國棒棒 OK 美國很棒 所以我這裡給你看這個Wikipedia的definitio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我們稍微讀一下給你聽 Is the theor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inherently different from other nations 沒有錯 inherently的意思是 就是 與生俱來的 所以美國啊 與生俱來跟其他國家不一樣 因為他生出來的方式就不太相同 所以這剛剛的例外有沒有重疊到意思 是有的 所以 inherently different stemming from its emergence from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所以他從美國革命開始崛起 Emerge 就是崛起起來 Becoming what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Seymour Martin Lipset 這不管他一個人的名字 他就稱為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崭新的國家 因為從以前沒有這麼新的國家 用這麼新的方式生成 So the first new nation 所以發展出了一個很獨特的 American ideology 或者這個字念成ideology 就是意識形態 所以美國 就是成為了美國主義 Americanism 那他的利基點在於 Based on liberty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Republicanism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last affair economics 所以這邊一個一個都有點重要 所以他利基點在於 第一個自由 Liberty 第二個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意思叫做法律前人人平等 Equality是平等 法律前 before the law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每個人都有責任 社會責任或之類的 Republicanism 就是共和主義 這個不好幾分鐘解釋得完 所以反正總之就是共和主義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這個大概翻譯成代義式民主 就代表性民主 所以就是投票選出你的民意代表 然後讓他去行使你的民主權 台灣也是這樣 We are also a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然後最後一個 Lass affair economics 這叫做放任式的經濟 放任式經濟說穿的就是資本主義 OK 所以資本主義就叫做放任式經濟 因為讓大家去競爭 讓大家去看誰厲害 所以capitalism 所以這也是美國 好 所以這樣子的概念 整合起來 叫做美國的exceptionalism 這個詞翻成中文 其實可以翻譯成 美國優越論 所以我點一下中文的連結 美國例外論 美國優越 卓越卓義主義之類的 美國例外主義 所以這樣大概沒懂 所以美國是獨一 我的國家 剛剛講講下去 所以美國人特別的優秀 所以我剛剛講的exceptionalism 他first and foremost 美國是優秀的 可是 我認為這裡面有一個很噁心的 額外的態度就是 什麼東西都是美國有例外 所以啊 我們應該侵略別人的國家 我可以因為別的國家有石油 我去打他嗎 中國不行 台灣不行 日本不行 印度不行 可是美國就可以 所以這也是美國的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的一種很特殊的 manifestation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OK 所以 你也可以翻成 就美國例外主義 所以什麼什麼東西套在別的國家身上 哈哈但是不要套到美國身上 所以這個也讓人蠻噁心的 所以這是在美國事業上的一種概念 所以 美國人也被大家稱為什麼東西啊 世界警察嘛 所以world police的概念 其實也就是American exceptionalism 的一種極致的發揮 OK 然後後面還有幾個 因為我們正好剛選舉選完 現在拜登要當總統的話 這邊就有一個網站 我會把今天的連結 全部放在我們下面的那個 那個解說裡面這樣子 這個 這是一個opinion piece 這是一個那個 一個網站上的 我們大概算是一個社論之類的就是 或者評論 他的標題就很有趣 拜登會先炸誰 Who will Biden bomb first 那拜登不是左派 他怎麼會去炸人呢 Well 美國在世界上 還是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啊 所以他的問題相當尖銳 拜登會炸誰呢 下面整個討論 就出現好幾次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因為在他們認為 就這個拜登承接了歐巴馬的精神 然後呢 可能的確美國的這個 exceptionalism 現在就是要回來的 回鍋了 因為拜登在 至少在foreign policy方面 在外交政策上 可能就是 重新跟世界做朋友 重新把世界抓回手裡來管制 所以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s back 然後下面也討論了相當多次的 OK 就American exceptionalist 這樣子 這個有興趣的 或許你自己看 因為畢竟我主要是想教英文 我們並不是想教各位意識形態 那解釋完也就夠了 所以下面這篇文章也是一樣 他也探討了相當多 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部分 那甚至這一個 所以我們 我可以稍微想說一下一下 就American exceptionalism 是多新或多舊的一個概念 其實他大概 是在十年前左右才出現 所以這邊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所以講到 每次講到American exceptionalism 大部分美國人呢 就會到他的網站去Check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人似乎是Coin這個Turn的人 至少是他這麼說的 所以然後 接下來可能就會問說 什麼是American exceptionalism呢 所以這個就是 其中一個得到好處的是 Hillary Clinton 因為他在8月31號的時候 曾經在2010年的時候 對不起 8月31號可能是當年不知道幾年 但總之直到2010年的時候呢 很多美國人才知道 這個 所以在 在之前啊 沒什麼人知道 這邊大概是這樣 Until about 2010 few Americans had heard the term 然後到那時候開始呢 就幾何性的爆炸了 Expanded exponentially Exponentially就是幾何般的 就是 呈現數倍的爆炸成長 Expanded 所以 所以這是一個其實還蠻新的概念 但總之下面所說的東西 就跟我們前面說過的有點像 總之就是美國人是不同的 美國是Different 以及美國是Unique 這樣子 OK 好 啦啦找啦講了這麼長 希望這個對你有點幫助 我也不希望講更多再多的廢話 那這邊呼籲一下 如果 各位對 有什麼 題目想要有了解的話 我都可以去找來給大家 那我會把它整理成這邊剛剛的一些詞 那這些詞我都希望對你來說是有幫助的 Justice啦 或者剛剛甚至是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叫做政教分離 然後那個漫畫 正義聯盟 叫做League of Justice OK 然後再來 Just是形容詞 不單是只有 也可以是有公平的公義的 I am a just person 我是一個很正義的人 然後包括有像其他的 Incarceration叫做 關在牢裡面的這個比例 Black Lives Matter 你應該真的已經蠻熟的了這樣子 那所以還有跟你講的1%跟99% 這個Occupy Wall Street這個概念 這都是一些詞 我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去多尋找 那自己可以多讀一些些啦 所以我希望我這邊列所有一些網站 大家都可以去看的 好 我就如果開始啰哩啰嗦起來了 我們的課大概就到這邊就好了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I hope to see you again 拜拜